第四條有點複雜 不要緊,我們看到這個小局戶 先做這個小局戶 大局戶在這裡 負7.5 over 正負得負 0-4 即是負4 外面其實都可以做事 例如我們看到這條複雜 如果有帶份數的話 在後面又要除其他東西 就比較難處理 所以我們平時都會 慣例把它化成一個假份數 7乘以25就是175 再加12就是187 187 over 25 那除以一個百分比 又是一些惡搞的東西 這個叫做百分比 即是一百分之十七 但是呢 這個是除 即是分子份 不要動轉 這樣還會乘以 18 over 17 可以說 咦?我們可以約數 那約一約 25和100 約完 剩下4 17和187 約完 剩下11 這樣呢 而這個 前面這個 這個 減好 這個負數和這個負數 呢 大家都在除好份子份 沒有各個一個 所以就可以相約的 那裡面就剩下7 7 5 除以4 加 44 那7.5除以4 是什麼呢? 7.5 即是 15 over2 除以4 即是乘以四分一 加4 14 那這個負數現在不能約 對吧? 那就會變成 15 over8 那15 over8 又是什麼呢? 15 15 over8 也就是 1 8 26 嘛 那就不夠了 1有7 那所以這個負數就會等於 44 減 1 有7 而最後答案就會等於 42 42 有8分之1 那我們學過先乘除後加減啦 那其實呢 就留了說一件事的 就是 我們看到次方的話 是要先做了次方 然後 再來才是先乘除後加減的 那當然這些就是說 什麼指示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那如果有指示的話 有指示 我的意思是 就是說 你看到 有括弧的話 那我們是需要先做了括弧 裡面的這件事先的 那我們馬上馬上開波了 4 先做了次方 4的3次方 就是 64 64 減1 這個就是括弧裡面的東西 你看到那些 除到現在都沒有開始動的 那次方也是要先做了 加3的2次方是9 減2的3次方是8 然後又是先做了括弧 64減1就是63 63除7 加9減8 這個就是9 加9減8 那看到加和減在一起 沒有了成除了 那要先做哪個呢 那答案就是 做哪個先都沒什麼所謂 那例如 你喜歡做了兩個9 先加在一起 那就是18 928 減8就剩下10 又或者你喜歡做到後面先的 9減8是1 9加1 都是等於10 那所以這一條呢 答案呢 就是等於10 下一條 你看到一個34萬的數 隨意 隨意 一些很零丁 又很欠心的數 那怎樣做呢 我們會嘗試一下 將後面那些 會組合在一起 看看可不可以變成一個很大的數 或者比較大的數 那怎樣組合呢 先把前面這個很大的34萬寫在這裡 隨意 然後我們用一個括弧 將裡面這一堆東西 貼在一起 裡面有什麼呢 負16 但是當我們貼在一起 裡面的除號 就可以變成成號 負25 乘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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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要這樣 將它們組合在一起 我原來發覺16乘以25乘以25 乘以25是一個很漂亮的數 首先將一個 靚靚仔仔的34萬寫在這裡 隨意 這個很漂亮的數 就是1萬 但是成還成 不要忘記 這裡前面也是有個符號 這裡有三個符號 符得正 但是正符又會得回符 所以這個符號要在這裡 然後就簡單 4個0 這裡有4個0 沒有了 那就變成34 除以負1 答案理所當然 就等於負34